中文巨星们的表演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会不会有点审美疲劳了呢 其实球场上的精彩远不止这些 接下来我们为您精选出的 上周末国际足台十佳球 就将焦点锁定在了曝光率较少的比赛上 虽然这些比赛中的球员们 大都不是大牌 但他们进球却不逊于大牌 能让霍尔特这样的坦克行中锋 在对手进区内玩起秀花般的灵巧动作 只帅蓝伯特自然是巧巧有方 目前排名第十的成绩 更是让诺维奇的球迷抑上门销 新赛期走了当家射手 凡尔特很多人都以为 波尔特的进攻将会大受影响 然而事实胜利雄变 波尔特的这期圆跃弯刀 不仅让波尔特球迷忘记了 远走他乡的法尔特 更是让我们想起了 正在休假的徐克汉母 本赛期牧帅领前的皇家马德里 已经到了如日中间的地步 如今的同窗得比 很难再用士军力敌来描述了 在这场惨犯中 阿德里安的进球 勉强为床单军团挽回了先许颜面 进球方似乎是每个前锋 都会遇到的困难 然而标准烈日的赛亚斯 却很是不解 进个球哪有那么困难 有时候简单冲爆就很瘦效 看着塞亚斯的进球 身处南美大陆的罗亚斯可要笑了 如果他的进球 靠通世达历程的话 那么我的远射 只能够用石破天津来进入 进场完个人英雄主义 我们再来看看团队配合的威力 在经过了清晓传织之后 汉克用一条清晓的打门 为这粒精彩的进球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您见过投球过人的绝技吗 如果您没有见过 那您可要睁大眼睛 标准历率的切克 不仅用投球甩开了对方的防守 而且还是一下过的两个人 没有中国国奥队的参与 我们似乎都有点淡忘了 现在还有一项叫做 奥运会运选赛12强赛的比赛 萨德用一记匪夷所资的 倒化金钟提醒我们 缺少中国国奥的12强赛 非常精彩 都知道马丁内斯的这一记 超远距离调射寻手不易 但是如果告诉您 这已经是他本赛季第二次调射成功 您会做何感想呢 要是再告诉您 他的调射还是一记捕食绝杀 您又会有怎样的评价呢 反正我们的编辑是潜移进球了 能够超过马丁内斯的 超远距离调射 很多球迷会问 齐马列的进球得有多漂亮 相信看完进球的全过程 您肯定会把风劳 猜在出现低低失误的 布鲁图身上 其实测试三刀后的齐马列 才是真正的亮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